國民黨他對南部已經是怎麼樣 我看他也是看過了 他覺得已經無所謂 我覺得他未來的行政資源 會整個抑注在中部跟北部 因為他認為他南部幾乎是放棄掉 那個南方小組也是假的 為什麼 其實中部也是很關鍵 中部這次胡志強 他是現任的台中市市長 但是他變得沒辦法換盤 現在國民黨是派瞭瞭他來中部換盤 你看多嚴重 表示說胡志強 他的整個政績已經完全受到否定 那他受到否定等於是國民黨和中部 已經受到否定 所以中部不是只有南部而已 我說這次中部絕對大師 剛才阿扁在選的時候 中部那時候贏了三萬票 我說這次最沒有超過一倍以上 十萬 六萬 絕對超過一倍 因為這次中部我看他整個席次 而且絕對會大幅度的成長 另外講到這個新北市的部分 還有這個北部地區 我們想看看新北市那時候 蔡英文是出自立的十萬票 十萬票有的人說 怎麼這麼多 選舉十萬票你要這樣看 來回那是差五萬票而已 你如果說五萬票 你如果說新北市差五萬票 說起來如果不是那一顆子彈 我認為新北市 蔡英文是有可能翻盤 機會非常大 所以我認為 當然選舉要非常的審勝 但是選舉也要抱著一個正面樂觀的態度 我覺得蔡委員他在民進黨內 算是有代表性的立委 他的態度就是很謹慎 但是很樂觀 我覺得這是對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蔡英文 很多人都說蔡英文的選票 主要著重在守頭族 其實不只守頭族 大家現在要重視的是 所謂的二頭族 上面有這二頭族 就是為什麼他第一次投票 看到馬英九那個紅色很漂亮 投給他 結果這四年來 失業找不到路 薪水很低 房子買不起 這些所謂的二頭族 這次會全部倒回來投蔡英文 這對馬英九很壞 因為為什麼 本來這票我投馬英九 我沒有投 還反倒回來投蔡英文 那算起來是兩票的差距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 國民黨對這個部分 會非常的害怕 那選舉坦白講 沒有什麼絕對輸絕對贏 但是我為什麼說省政樂觀 桃園縣那時候 鄭文燦說要下去算 那時候人家說 鄭文燦下去三四個月 像說如果輸十五萬 回來鄭文燦就爆炮說 他算得很好 結果他最後只輸四萬票 輸加權 那時候去選台中市的時候 人家最不看好的就是輸加權 民調一輸 輸二三十%那是怎麼算 結果最後只輸三萬票 所以我覺得 選舉抱著省政樂觀 步步為營的態度 即使國民黨 其實我認為國民黨 這次推吳敦義出來 就是要用奧布 這個奧布就是 行政資源要來講 但是面對這種奧布 步步為營 省聲樂觀 我認為到最後 台灣人民 還是會有最智慧的選擇 明年2012年 整個政權翻盤的機會很大 是 國老師 我們今天坐在一起討論 在討論說 蔡英文有沒有可能贏 最基本的假設是因為 馬英九做得太爛了 他應該是贏兩百幾萬票 221 他只要做得不是那麼爛 今天我看討論 怎麼爛爛 對不對 對 那是不爛爛的 今天大家討論是 其實是 馬英九這幾年 已經追到台灣人 大家看破看破 去屁面 去屁面 這裡有可能說 我們現在看 有可能有5波 但是選舉 你雖然 神聖樂觀 但是選舉很現實 頭部門在說 重點是 重點是 你要贏 要過百分之五十 這個關卡 你會過不可以過 是這個問題而已 你說 民進黨進步很多 算出來 49.5 也是輸 所以我說 不應該太樂觀的 這個地方就在這裡 我們不是說 為 大概42%拼到49.5% 我們很高興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個沒有用 現在在想 要怎麼拼到50%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防 馬政府這邊 所有的奧部 第二我認為 民進黨你要開始要 把議題要拉出來 這選舉的議題 奧部怎麼防 何老師奧部怎麼防 人家穿就要拖 不然你要怎樣 大家都拿黃站鎮牌 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說 就是說你現在要防奧部 只有說 你現在讓 越多的台灣人 大家可以鎮牌 你普通的時候 在這個所謂的 在耕耘的方面 如果累積的票夠多 奧部它的這個效能就會降低 是 你手奧部這部 比較想什麼 你怎麼讓你 對不對 上面是拿錢 後來把火箭筒拿出來 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說 這個你想不到的 應該選舉 五度選舉 你怎麼想到這部 還不是大民進黨的 是大連勝文 大國民黨自己的人 這部你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沒有辦法 只能說 看看把議題拉出來 讓台灣人了解說 這部2012又多了 台灣可能整個出軌 台灣可能再沒有起來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 你能不能掌握這個議題主導性 因為我認為 在這個想要跨50%的 這個門檻 難度非常高 難度很高 這是三合一跟五都 那我們把它做了一個整個統計 這個2009縣市長 就三合一嘛 2010是五都市長選舉 藍綠得票的累計 台北市 新北市跟基隆 北北基 民進黨是輸30萬票 30萬票 那麼陶竹苗 陶竹苗 陶竹苗 是這個輸大概18萬票 18萬票 中章頭 中章頭 輸13萬3千票 南部 南部就是 現在已經是台南市 以前是台南管市 國庸管市 這樣 所以 南部 是壓94萬8千票 對 對不起 剛剛 這個 舊台盟說 贏120萬票 還差30萬票 老實講 有一點接近 不要以為不可能 還是有一點接近 這還贏過就差我100萬票 東部跟澎湖 剛剛這個 搶救台灣大聯盟說 只要輸10萬票以內 沒有 輸3000多票而已 贏3000多 對 民進黨是贏3700票 主要是贏宜蘭 贏宜蘭 宜蘭 你如果知道後面 總統台算宜蘭不贏 這樣 所以呢 總共算起來 民進黨反而贏33萬9千票 大概34萬票 不好意思 但是這不準 為什麼不準 因為 新竹縣當時 還有個張碧琴 他拿了7萬6千票 對 他拿了7萬6千票 那算國民黨 花蓮有一個傅崑崎 拿了8萬5千票 15萬 高雄有一個陽秋星 拿了414900票 這樣算起來就鬥輸了 是 不好意思 但是我的算法是張碧琴和傅崑崎 我都算他拿的 對 他算國民黨的票 楊秋星我算8千是拿的 2千是拿的 因為總是楊秋星有很多 民進黨的票 民進黨這時候 受益照顧 有的是說 大家的義氣 是感情 兩成 所以我把它整個算下來 民進黨還是輸15萬票 民進黨輸15萬票 不好意思喔 如果按照 2008年 15萬票是1% 差不多1% 對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用這個東西下去算 剛剛何老師講的就準了 蔡英文現在是49.5% 馬英九是50.5% 所以 在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伯仲之間 那這個事情 接下來因為還有好幾個月 會怎麼來演變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段廣告